題目一開始是一張平方平行四邊形的卡紙 A B 就是60 其實對方都是60 不過就不寫了 然後角ABD ABD 就是20度 最後角BAD 就是120度 題目就問你AD 到底這條邊有多長呢 所以你不用看另一邊 你只要留意三角形就可以了 畫三角形出來 就是60CM 120度 20度 目標是AD 連同目標橫 兩條邊 兩角角 所以很大機會用Sign Formular 所以就寫 Sign 什麼除什麼 就等於Sign 什麼除什麼 現在右邊是60CM 所以填60CM 而它對應的角是應該說這個角 但現在還未有 所以你應該計算 所以再準備 應該計算了 角ABB 到底這個角是多少呢 等於180度 減120度 再減20度 因為是三角來的角 可以計算到40度 可以把40度放下去 另一條邊就是我們目標AD 所以AD就對應20度 所以AD 比Sign 20度 而我們的目標是AD 所以我們最終做一些解等式 寫到AD等於什麼 我最討厭分數 所以兩邊都乘60 以及乘AD 所以左邊就是AD 所以左邊就是AD 乘40度 所謂交叉相乘 AD和AD 乘60 乘20度 兩邊都除 Sign 40度 AD等於60 乘20 再除 Sign 40 就可以用計算機 記住 還未寫到這裡之前 就不要用計算機 不然不知道該做什麼 所以AD 按完計算機 就是31.9 25333 17 CM 其實就是 已經取得了這兩分 記住這個數值 把它放進計算機 裡面 B部分 它就說沿著BD 中間的對角線 摺起它 令到A和C 這一點和這一點的距離 沒有說什麼距離 即直線距離是40CM 即是這條線 40CM 我們現在要計算的就是 A B C A B C 就是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 一定要考慮三角形 A B C 這個斜面 就沒有走 如果把這個三角形 直接看著它 大概是這樣的 A B C 實際是否這樣 形狀是否這樣 就不肯定 只不過是初步去猜 AC就是40CM 另外我們看看有沒有更多資料 我們知道A B有多長 因為A B就是60CM 而我們也知道B C有多長 因為B C 根據平衡四邊形的特性 應該跟A B一樣 大概是32CM 所以我們要考慮三角形 A B C 什麼平方等於什麼平方 加什麼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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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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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的就是用FETA來寫 看起來比較乖 那你直接用各A B C也可以 那它對應的B C 就是40CM 所以40CM 一定放在這裡 剩下的60CM 還有31.9CM 60CM 31.9CM 那你應該多寫幾個位 以及應該用計數機 然後就總結一下 在按計數機之前 最重要是知道如何得到這個FETA 所以COSFETA 將它移過去等好的左邊 2乘以60 再乘以31.9 乘以COSFETA 就應該是等於 60的平方 加31.9的平方 減40平方 再除 我們不想要的系數 除這三個系數 除2 除60 除31.9 所以我們要計算FETA 就是要兩邊弄走COS 即是ShiftCOS 或者科學點說 ArtsCOS 你計算機 就可以處理這部份 記住 想好要按什麼 要做什麼 最後那一部 先按這個計算機 按到FETA 即是角ABC 就是等於37.99207534度 這個就是B1的答案 去到B2 它是問你三角形ABD這個平面 以及最地下的平面BCD的平面 到底這個甲角是多少 在這裡 用回兩個平面交角的定義 就是兩個平面 首先有一條交接線 它們接觸到 然後各自找一條垂直線 來代表兩個平面 所以呢 如果我們選擇第一條線 是由C到交接線 來代表底的平面 另外一個平面 三角形ABD 可能你就會這樣畫 一個垂直線 不過你會發現這兩條線 不在同一個平面 所以基本上是計不到的 所以你要做的 就是由這一點 連回垂直線上去一點 所以你無可避免 要創造一點在AB之間 可能叫E 如果把它轉回平面的圖形 可能會比較容易看 膠接線是BD 畫一條垂直線 去代表平面BCD 同時也有另一條垂直線 去代表另一個平面 而所謂兩個面之間的甲角 就是這兩條代表線裡面的甲角 即是說 裡面這個角 就是我們現在最終的目標 如果要考慮這個情況 最好的做法 就是先畫一個 包含到我們最終目標的角的平面 所以 還有這一點 就給它名字 假設叫P 才算 如果把它垂直畫出來 那三個形大概是這樣的 E C 和P 我們要求的是這個角 首先要看我們知道什麼 紅色的線 還不知道 藍色的線 也不知道 甚至最後EC這條線 也不知道 就唯有逐個看 首先 CB是31.92533317 而我們也容易算到角 DBC是多少 因為同行內角 120度 加20度 再加剩下這個角 一定等於180度 所以這個角 就是40度 所以 藍色的線 就算到 因為是一個直角 三個形的對邊 和斜邊 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31.92533317 再乘回 30度 解決了一條邊 然後就嘗試解決 紅色這條邊 紅色這條邊 有多長呢 是建基於這一段 即是由P到B 到底有多長 所以 同樣的方法 我們又可以用 這個是輪邊 這個是斜邊 所以這個是 31.92533317 再乘回 cos40度 就是這一個邊的長度 最後 對邊和輪邊 所以你可以用tangent 乘下去 就會算到紅色這條邊 就是把剛才的輪邊 乘回tangent 20度 就會出到紅色那條對邊 到最後 就只差最後一條線 有EP 有PC 就是差EC的直線距離 不要忘記前面那一段 才剛好計算了這個vita 所以現在就看看 三角形 BEC 又要畫多三角形 剛才的角度 計算了是38度左右 37.99度 之後 EB 就是畫到這裡 是說這一點 所以 EB 其實又可以用 剛才的三角 給輪邊 和斜邊 去計算 EB的長度 是剛才的輪邊 再除回cos20度 計算完EB 還要連同BC 去計算EC有多長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三角形 裏面的最後一條邊 那就是 裏助用到cos formula 所以總括來說 這一題 基本上是超級煩的 說完方法 就說回答題 如何寫 首先 就要明明P 和E 是甚麼地方 切P 就是DB 上的一點 令CP 垂直B 而E 就是CP 把它延長 與AB 的焦點 就很清楚 解釋P和E 在哪裏 第一部分 就算了藍色 那條線 有多長 CP 所以剛才說過 因為這個 是40度 那我們就寫回 P B C 就等於180度 減20度 減120度 即是等於40度 而對邊和斜邊的比例 就是Sign的比例 所以是Sign 40度 就等於對邊 CP 再除B C 是計算了的 31.925333317 所以CP 就等於31.9 再成Sign 40度 用計算機 就是20.5212086CM 另外 就要計算PB 因為這個是 把資料 帶到下面的三角形 很重要 所以要計算 綠色線BP 輪邊和斜邊 所以這次是考慮 cos 40度 就等於BP 再除 31.925 這樣 所以BP 就是等於31.925 再乘回cos 40度 又是這樣 計算機 24.45622407CM 好 當我們計算了這個 就可以計算到EP 以及BE 紅色的線是對邊和輪邊的關係 所以是Tangent Tangent 20度 就是等於我們目標EP 對邊 除輪邊 就是剛剛計算到24.456 EP就是等於24.456 再乘回Tangent 20度 8.901337605 藍色線和紅色線都計算了 最後就差EC EC 要利用剛才計算過的角 ABC 然後去畫這個三明 這個三明大概是這樣的 剛才計算過的角是37.99度 BC已經有了 還欠EB 所以現在就要計算EB 這段到底有多長 同樣道理 這個是 對於20度 綠色線是輪邊 黑色線是斜邊 輪同斜 所以選擇用cos cos 20度 就是等於 輪邊 即是綠色線 24.456 再除回我們的目標 BE 轉一轉主行 BE就是等於24.456 再除cos 20度 計算到是26.025 計算到是26.025 還未計算完 之後還要計算EC平方 是多少 用cos formula 才可以放在這裡用 考慮三角形EB C 裡面 EC的平方就是26.0 平方加31.9的平方 減2乘以26.0 乘31.9 再乘回cos 37.99度 是很麻煩的 總之是計算答案 EC二次等於386.9391886 你可以不跟好 因為之後也有什麼做 EC 就是19.767 比例 看起來也合理 我們就做好所有準備功夫 我們要的交角就是fine 我們有三條邊 終於找到了 最後再用多次cos formula fine的對面就是19.67 考慮三角形PEC 什麼平方等於 什麼平方加什麼平方 減2 什麼什麼 cos什麼 現在右角只有fine 所以對面就是19.67 然後剩下兩條邊 一條邊就是8.90 另一條邊就是藍色 20.52 將它轉主行 計算個fine 我們發現cos fine 就是等於 8.90的疑似 再加20.52的疑似 減19.67的疑似 減2 再除回 2 和8.90 和20.52 到最後 不想要cos 所以兩邊都押cos 所以計算機 就是按這個東西 按摩 之後答案就是71.914 11.1396 左右 這個就是 之間的交角 清楚寫回答案 總括來說 這一題 雖然文字很少 只有7分 但其實它是超級麻煩 所以是一點都不低用 到底你應該做到B1就停 還是B2 那你就自己衡量